好 今天有兩件活動 一個是要確認你們 新竹市學生帳號 你帳號還記得嗎 還有我們會幫你統一修改密碼 那你之後自己想要換密碼再自己去改 因為發現有太多人的帳號密碼永遠都記不得 尤其是密碼 那為什麼要突然要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到時候萬一停課的時候 大家才有這個帳號 還會記得自己的帳號密碼 然後才登錄很多線上的課程 你們就不用來學校上課 在下雨就可以上課 好 那我們先來確定 第一件事情先確定帳號 第一件事情帳號的話 你們是6.68嗎對不對 好 這就是帳號 OK 你們先看一下帳號 有沒有人記清楚喔 有沒有人轉學的 或是轉軸或是新轉來的 都沒有 好 我說小一點 有誰沒有看到的 有誰沒有看到的 好 都看到了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第一件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要把密碼改一下 我們密碼要改成怎麼樣 我們要改成AB加上民國生日 就是這邊講的 不行 要統一改 AB加上 到時候你要改再自己去改 AB加上 你民國生日的共六碼 請你登錄新入室的教育Google 怎麼登錄 請到我們的校網去 我們的校網 這是我們舊的校網 我們新的校網的話 現在進去會是新的校網 你們會想 好 我們先登錄 校園Google 你先登錄 校園Google 好 登錄你剛剛的帳號 跟新的密碼 AB加上你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的密碼 登錄之後 好 先確定能夠登錄 好 登錄之後要做什麼呢 我們來到資訊教學ED.GO 資訊教學ED.GO 一樣 我也放到這邊 資訊教學ED.GO 你點進去 你點進去 好 這代表你成功了 你剛才有登錄成功了 我們點這個MAP 有沒有看到 第一週 然後我們點MAP 點進去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雲端 什麼是雲端 那我們藉由這個雲端的MAP 讓大家去標記一下 你寒假曾經去旅遊去的地方 怎麼用這個東西呢 你先確定你有登錄 然後這邊是 它是呈現這個樣子 這我就不知道了 好 選到你們班 你們班 你們班怎麼沒有 都沒有 你們班 沒關係 我班你們 可能被刪掉了 我幫你們新增一個圖層 老師可可不要進去 啊 可以啊 我們起來沒有辦法新增圖層 好 那你們 我看一下 你們60超過了圖層 這個應該是你們班的 等一下你們就統一 統一在這邊 統一在這邊 我幫你們 好 你就點這個 然後呢 搜尋一下你要標記的點 那標記的點會長什麼樣子呢 我這邊有一個範例 你看 這是我寒假去的地方 好 先進農場 然後我有範例做好新的 然後我有放一張網路的照片 我還有影片 我是阿光 我還有影片可以給你看 然後我有分兩個部分 介紹跟心得 好 比如說 這是網路官方網站的介紹 這是官方網站的網址 我一點進去就會跳到官方網站 你看 就會跳到官方網站 好 對 然後這邊是我自己的心得 然後照片怎麼放呢 你點選這個就可以放照片 好 我仔細示範一次 先找到你們班 606對不對 譬如說我去哪裡 我去阿里山 阿里山 你搜尋阿里山 對 阿里山這邊有幾個選項 看哪一個最不合你的 好 譬如說我去國家和生理遊樂園 好 然後呢 新增地圖 新增制地圖 點進去 好 然後 編輯 按這是筆 然後怎麼樣呢 要打你們班的班名字 606 譬如說你是55號 然後某某某 我才知道這是你標記 同學才看得到啊 好 然後 你要一個介紹 好 然後 shoot加enter 要一個心得 好 介紹可以貼網路上的文資料 心得自己寫 好 然後呢 還要照片對不對 照片跟影片 用google圖片 阿里山 好 好 譬如說這個 好 好 這一張好了 好 這張櫻花來了 好 然後再來呢 他就會標記上來對不對 還可以新增 可以再新增 不要就刪掉 好 然後按確定 好 他就會標記了 他就會標記 你就看到阿里山有沒有 你就看到 你們班的這個位同學去阿里山 你看到別班的同學 好 如果你看不到的話 你重新整理一下 就會看到全部的人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工作很簡單 好 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 你要登錄新爐士教育google 然後 用你的帳號跟我們新改的密碼 確定你們每個人帳號都能登錄 第二個 到資訊教育google 點選map 然後新增map 到你寒假去過的景點 或你曾經去過的景點 介紹新的照片加影片 就這麼簡單 好 有沒有問題 還給各位